Hello, 又是我卡洛斯 我剛剛在斗門買了一輛車 現在就拿了一輛車去威哥打勒 嘩, 漂亮了 水積都沒有了 經常都不習慣在左邊門上車 車買了, 和它扮演好漂亮 當然想駕它出去, 繞個圈 大家剛剛買回來還沒裝行車的錄影 那怎樣駕出去呢? 這就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方法 我手上這個, 外表是一副普通的眼鏡 但它真正的身份, 其實是第一身的視像攝錄器 這個眼鏡買回來, 沒用過 沒有大用 前面有鏡頭 這邊可以觸摸式, 可以開藍牙 眼鏡可以當成藍牙耳機 可以用骨泉給你聽到音樂 只要我戴著它, 理論上我看到的東西 就會拍攝到它裡面的SD卡裡面 當然, 這刻我沒看到它拍攝出來的效果是怎樣的 我現在和大家出去走一轉 走完回來, 才剪接好給大家看 眼鏡的用法很簡單 只需要長按這個鍵 而當藍燈亮了, 放手 當藍燈閃動的時候, 已經在錄影中 它不單止可以錄影, 還可以錄到聲音 現在大家聽到聲音, 其實就是眼鏡錄到的了 好, 讓我開著地圖 做導航先 今天我去這個新文路步行街 是 路線 自家 準備出發 全程5.5公里 大約需要22分鐘 這卡路車是第一次 駕駛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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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駛�� 就是由白礁出發 一直走 然後轉右 就經過尖峰大橋 就過對面岸 過到對面岸之後 就轉右邊 轉右邊一直走 就會沿著旺陽河 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 這條路 很多人在踩單車 很多人在跑步做運動 跑步我就未試過 但是踩單車或者踩電瓶車 去走這條路 我都試過的 用了半個小時有多 駕車當然快 大約十分鐘左右 就可以去到目的地了 就是我所設定的 現在左手邊 見到這個體育館 即是說路已經走了一半 那新聞路步行街在哪裏呢 就是在 井岸的位置 那裏比較旺的 很多時候我們吃飯 買東西 都會去那個位置 因為這條長長的步行街 有很多店 也都有很多攤檔 是賣一些熟食 或者零食 而再去遠一點 還會有一個叫做 大信新都會的商場 這個商場比較大型 跟很多商場一樣 有衣食住行 娛樂各方面的東西 都可以找得到的 那現在被巴士爬了頭 之後呢 我跟著巴士走 走走走走走 已經來到這個步行街的位置了 那除了這條新聞路步行街之外呢 它的附近呢 都是比較旺的 有很多食肆 還有商店 來到這裏呢 向右轉 兩旁呢 都會有很多的麥錶停車位 那最後呢 我們試過第一次開著導航呢 就由海逸浩停 開到這個步行街了 那至於這個眼鏡拍出來的效果是怎樣呢 我就要回去剪片出來才知道的 但其實剛才大家已經看到的效果了 那我覺得呢 應該跟手機拍出來的差不多 那都可以充當這個行車記錄而知用的 好了 那今天我分享到這裏了 我是卡路斯 喜歡我的視頻的 請你訂閱 記得按讚和分享出去 拜拜